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美元是加息0.25%或者是25个基点 使得美元的官方利率从过去的0.5%至0.75%提高到现在的0.75% 那么在美元加息之后 市场是出现了非常奇怪的走势 美国的股市没有下跌 反而上涨 同时美元也并没有因为美国的加息而出现上涨 相反是出现了大跌 那么其他非美货币包括了欧元 包括了澳元也好 包括了英镑也好等等 都出现了超过1.5%以上的大涨 同时呢 除了外汇方面 其他以美元来定价的产品 包括像黄金 像石油 像铁矿石 均出现了大幅上涨 那么这原因呢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 这次美国再一次加息 同时也是再一次坑跌 我们刚才说到呢 今天早上几个小时之前呢 美联储正式宣布美元是加息 25个基点 那么呢 大家可能第一印象就是呢 加息之后按理说美元上涨啊 因为美元的价值会升高 那么非美货币就应该下跌 大宗商品价格同样也因为是美元的定价 而应该出现下跌 而事实上呢 却刚好和大家想的相反 在今天早上利率一公布之后 美元是出现了大幅的贬值 那么非美货币呢 则出现了超过120个电影上的上涨 包括了像澳元 欧元 英镑等等呢 均出现大幅的涨 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可能大家这个想 这情况不对呀 为什么这加了息之后美元还会下跌呢 所以我本人其实呢 一开始也是非常的 这个奇怪 感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之后呢 才发现了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就是呢 我们知道呢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 我们知道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咨询机构叫彭博社 彭博社呢 在昨天对于三月份加息 大家都已经知道是100%的预测 但是呢 对于六月份加息和对于九月份加息 美联储呢 也依旧是判断在100%左右 这也意味着呢 在今天早上正式公布之前 大家的心里 感觉上市场投资者认为美国会在三 六 九 十二分别加息 但恰恰相反的是呢 在这一次美联储主席讲话之后 六月份加息的几率从100%降低到了45% 换句话说 现在很有可能投资者觉得呢 美国加息的次数会从今年的四次降低到三次 这一点呢 才是目前在今天早上 我们看到美元出现大跌的关键性因素 那么很多时候呢 我们知道呢 这个市场啊 虽然它有的时候是根据买方和卖方的力量所决定 但同时我们说到 不论是股票也好 还是外汇也好 它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投资者对于未来的希望之 那如果一个公司未来能够赚钱 或者说大家觉得它未来能赚钱 它的股票价格就会上涨 同样货币也是一样 如果大家觉得未来加息的次数比较多 那么它就会上涨 但是当大家达成了共识 比如说都觉得加息会是四次 而现在出来的结果有可能变成三次 那么即便美元是加了三次息 只要是低于市场的预期 那么美元的价值也会下跌 那这一点呢 我想是因为是导致了今天早上 虽然是加了利息之后 美元却反而下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么今天最后我们同时要知道一下 在今天早上11点30分 澳洲方面公布了最新失业率数据 数据结果虽然是比预期的差 但是澳元并没有出现大幅下跌 到晚上7点30分呢 瑞士央行会发布他们的隔夜利率声明 再到晚上11点钟的时候呢 是能到英国的央行发布最新的英镑利率声明 再过半个小时 是美国每周一次的失业金首次申请人数 那么接着在今天的这个关键的产品中 我们跟大家说的是两个 一个呢 是这个说到的是欧元兑美元 这幅图呢 是欧元兑美元的日线级别图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长期线 长期级别图 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呢 自从华舍来看 去年的大约是11月份以来 到现在为止呢 欧元就一直处于一个关键价格以下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在目前也依然一样 这个欧元目前依然是在关键线之下 所以说 但是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天 欧元目前已经爬回到了两小时 这是日线通道的关键线附近 一旦这个价格能够得到突破 那么欧元兑美元将可能在今年下一次 不论是德国或者是法国的大选之前 会有一波比较大的走势 这个说的是欧元 第二个我们来说一下的黄金 那黄金我们知道也是一样 美元今天加了息 反而黄金出现大涨 目前黄金也是爬上了两小时 四小时以及日线级别的上涨信号 对于黄金来说 我们目前短期也可以暂时性的看涨 但是最终黄金的上涨呢 从这个图上来看 还是要需要超过这条红线 大约是在1237左右 但是现在距离1237 大约还有10块钱的余地 大家如果能够承受一点风险的话 也不妨现在考虑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